顾德将工业物联网分为两大部分来说明 橘色的部分是以各式边缘设备讯号与数据为主的边缘物联网 边缘物联网以搜集边缘数据为主 例如振动、速度、加速度、频谱分析等 另一部分是稳态物联网 稳态物联网是以各式稳态物理数据或基台讯号为主 例如温度、湿度、particles、电量等 其两者都是借由感测器搜集数据 而最大的差别在于边缘物联网需要再透过边缘运算的方式得到结果 其边缘运算还分为以搭配晶片掌握机械状态的韧体及边缘运算 和搭配IPC掌握机械动态的系统及边缘运算 所有的物联网数据皆可统合汇整于中央站情势 提供给管理者与使用者更好的决策依据 周期性生产设备监测物联网 顾名思义就是以针对具有周期性生产特性的设备进行监测 设备例如各式机械手臂、切割机、冲压机台等 系统结合机器学习的方式学习正确的设备运作讯号 并对其讯号进行自动追踪识别讯号比对 为设备给予判分 经由特征值累积再进行二次规范的趋势管理 借由AI训练预测未来可能发生损坏异常的时间点 连续转子设备监测物联网 应用于监测各式连续转子设备 设备例如马达、蹦浦、压缩机等 厂区内所有设备几乎都有马达 因此,只要掌握了马达转子的状态 便能了解厂区内60%到70%的设备问题关键点 依照转子对于产线或厂区影响程度分层管理 并依照其特性用不同的监测方式 例如厂区内大量的日常普通转子设备 排修及零件更换容易 不影响产线及环境 比较不需要实时监测 我们采用攜带式巡检方式即可 转子品质监测系统操作使用简单 使用者只需于系统设定时选择适用的ISO转子规范 即可进行管理 并搭配依照灯号为转子品质进行分类 借由特征值累积 综合振动讯号透过AI演算交叉比对 预测可能发生异常的未来趋势及时间点 稳态物联网依照其监测目的 分为针对设备生产效率的OEE设备驾动率管理系统 帮助企业落实ESG的EMS电能管理系统 以及各式影响制造品质 例如设备品质 环境因子 工业安全等类型的监测物联网 具备色灯设备监测物联网 我们透过监测机台现有的色灯装置 换算成驾动率 针对厂区产线进行驾动率管理 产线发生异常及时反应 避免产线闲置过久 提高机台OE工作效率 帮助厂区急速转型数位化管理 各式耗电设备监测物联网 落实ESG的首要步骤 大多先由能源管理上下手 智慧电能管理系统 是能够为生产设备进行最佳能源管理 识别节能潜力 有效帮助企业快速实行ESG计划 结合碳排放与驾动率的计算 满足政府节能减碳规定 有效帮助企业快速实行ESG计划 各式影响制造品质的稳态监测物联网 是利用感测器搜集机器物理式数据讯号 将讯号截取分析 分类后显示于监测系统或人机界面 处理方式较为单纯 市面上应用案例也较为广泛 监测数值例如 温度、湿度、压力、particles等 借由搜集而来的数据进行下一步管理或控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